《扶貧治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今天要給大家講一個字 這個字是 這個字就是裸 裸字 裸 L-U-O 裸第三聲裸 這個字裸很多人都會啦 這個字就赤裸裸的裸裸 以前我們看到這個裸字的時候 只有通常是用在赤裸裸 或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裸奔 裸跑 裸曬 裸曬 這個裸字 可是呢 現在這個裸字已經成為了在內地非常非常潮流的用語 叫潮語 那這個裸字呢也有了很多新鮮的用法 那比如說這個裸昏 裸昏 這個字呢正好是最近內地有一部電視劇叫裸昏時代 裸昏時代啊 所以呢就很多人都會用這個字裸昏 那裸昏是什麼意思呢 裸就赤裸裸 那就是什麼都沒有 所謂的裸昏呢就是你要結婚的時候是你沒有房子 沒有汽車 沒有存款 沒有存款 也沒有鑽石戒指 你也沒有婚禮 沒有婚紗 也不會度蜜月 什麼都沒有 這個呢就叫裸昏 裸昏 那正好就內部電視劇裸昏時代裡面就反映很多社會的一些現象 那導致現在很多年輕人呢 因為經濟上的問題 所以呢 他們只好選擇了裸昏 裸昏就是呢 什麼都沒有就去結婚了 就裸昏 好 那裸字 因為非常的這個火啊 所以呢除裸昏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潮語也跟裸字有關的就是裸 噴 裸噴 烹飪的噴 所謂的裸噴呢 就這噴啊就煮東西的意思 那所謂的裸噴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煮東西的時候呢 不用一些人工化學品 就是用非常天然的一些 材料食材 很天然的這個食材 那現在呢有一些餐館甚至呢就非常的強調 他們的煮法是 裸噴 那就全部用天然的材料啦 所以呢 他們甚至在餐廳的門口啊就把名寫出了哈 哎 我們是用裸噴的 所以呢 如果我們的食物 因為這個味道有所差別呢 就請大家原諒 那其實呢 這也是一個招賴生意的手法 因為現在的人都很講究健康嘛 所以呢 就即使你強調裸噴的話呢 可能光顧的人啊就更加多了 裸噴 那另外一個其實更加的時尚的這個 以前在之前的節目給大家講過了就是裸捐裸捐 所謂的裸捐呢就是赤裸裸的 也就是把你全副身家都給捐出去 就叫裸捐裸捐 所以呢不知道接下來這裸捐是最先出現的 所以不知道呢接下來又會出現什麼 這個跟裸字有關的潮語啦 這個裸刺裸裸裸這個裸奔裸跑之後呢 我們又有了裸捐裸噴跟裸昏啦 不知道裸昏在香港也會不會成為一種潮流呢 好啦下個星期再見 向你誠意推薦 這個就是 üç